你怎麼看這個兩邊主席的做法 其實坦白講很大的不同 對其實蔡英文 為什麼選擇昨天講話 大概是跟前一陣子民進黨 在某些選區的初選 有爆發一些爭議 那你就直講了嘛 屏東現在話要講 沒有我講的不是屏東 我講的是市議員層級的 有人開始去質疑說 你入黨時間夠不夠久之類的 那其實蔡英文昨天的話呢 其實講得很溫和 但是有沒有用 還真有用 真有用 民進黨各縣市主委 今天馬上就開會了 他就討論說 因為那個掛看板 有些已經掛上去 那到底要不要豎集既往 因為你豎集既往 對一些人來講 他他頭很痛 就是我要換看板 那個都是一筆開銷 那都是一筆開銷 所以表示說這個話是有用的 那特別提2008年 我相信所有民進黨現在 要參加民進黨初選 大概都記得2008年 那個非常慘烈的教訓 對 那真的是 那最後當然也慘敗 民進黨付出代價 國會剩下二十幾席 然後蔡英文呢 在一片廢墟中重建民進黨 然後經過了八年才重新執政 所以當然誰都不想去重蹈 2008年那個復測 所以對對民進黨來講 民進黨是一個再生能力比較好的有機體 就他會受傷 但是受傷之後他他會再生 他會再生 然後他知道說我前一次在哪裡受傷 那如果跟國民黨比較起來 我以前很喜歡用恐龍來形容國民黨 為什麼叫恐龍 因為他身體很大 神經線很長 你踩到他尾巴三天後 他回頭說剛剛誰踩我 就神經線很長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已經不只是恐龍 恐龍還有知覺 現在國民黨朱立倫這兩天的話講得非常的凶狠 對 但是黨員對他充耳不聞 請問有人聽到嗎 沒有人聽到啊 誰理他有人理他嗎 沒有啊 沒有人理他 造成不團結造成分化 其實就是你黨中央自己啊 有時候講話大聲 不見得你講的就一定對 而且現在國民黨的人根本不要講說 像什麼連戰這些大佬級的人物 現在連謝龍介這種咖都在都看不起朱立倫 他都在挑戰朱立倫啊 對不對 強龍連線 對剛剛大家在講說 這個朱立倫想要陳以馨選台南 雖然我也不贊成說 這個黨主席認為誰比較好 我就指名誰 謝龍介今天就跟你嗆聲 他說我給陳以馨兩個月來衝民調啊 這是吃人的豆腐吃夠夠 一看人沒有 對啊 你吃人家在台南幾年了 沒什麼二十年了 可是換個角度想 他也在台南也算經營了那麼多年 現在根據有臺做的民調 他民調最高啊 他比高思伯還高 而且當初國民黨罵林靜儀 什麼空降 對啊 對不對 對可是謝龍介他就是看你朱立倫 他就看你朱立倫沒有 你喜歡陳以馨 我就跳出來跟你挑戰 而且他還嗆一個條件 除非你朱立倫來台南選 要不然我才要退 那是擺明就是我就是不退了 好我跟你講 如果在台南做民調的話謝龍介一定贏陳以馨嘛 因為說在台南聽過陳以馨的人還爭不多啦 你給他兩個月他也跑不完 你看台南多大你知道嗎 不是台南很多地方都一樣 陳以馨跟台南到底有什麼淵源 因為他喜歡因為他又以又信他可以說他在台南住過嘛 我上禮拜也住在台南 所以我也可以 我覺得車太遠了 你這個就是這個就是真的看人沒有 還有吃人的豆腐 好那現在呢 最新的搭配是這樣 我覺得這搭配真的太強了 民進黨真的要帶他蛋 哦真的嗎 第一個組合台南謝龍介 高雄羅志強叫做強龍連線 好嚇人耶 這個強龍可以把地頭蛇都給砍了 第二個組合高雄曹環龍 這以前韓國瑜時代民政局長 再加上台南陳以馨叫做榮姓連線 好榮姓 想起我一個好朋友何榮姓 也就是說你現在就是說當然黨內大家爭相要表態願意為黨爭戰監困選 因為高雄台南對國民黨來講是監困選 這也是一件好事 可是問題是那黨中央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看不出來 因為國民黨今年不出選 縣市長不出選 那你的你的他縣市長不出選 就是提名小組自己說的搞了就搞定了 那請問那你黨中央的態度是什麼 你就算好 今天我提名小組我在討論說 尚義夫跟邱敏寬這兩個人 我要提名誰的時候 因為你只能選一個嘛 那請問你如何去說服那個沒有被提名的人 你總要有東西有憑據可以去說服人家吧 說我們有做了民調 這個尚義夫比較高 感謝你 或是說我們有做了民調 這個邱敏寬比較年輕 所以你總要有東西 手上有資料去說服那個沒有被提名的人 現在看起來國民黨好像沒有 他就是反正我就是一個小組協調 大家瞧一瞧結束 所以你說政黨內部會不會競爭會不會吵架 會我用一個形容來做結論 民進黨吵架是在教室裡面吵架 門關起來窗戶關起來吵完出去沒事 國民黨呢是在教室裡面不吵架 在教室裡面鱉聲挖地 出去操場後面每個人拿一支大勝功在那邊吵架 在校門口吵還吵給外人看 沒事還打群架 你說這兩個政黨 他的差別其實就是這麼經典 而且你看兩個黨主席差別在哪裡 蔡總統說呢 如果說你們在這個不良性競爭再鬥下去 那我是一個失敗的黨主席 朱立倫說你們在內鬥 是你們是罪人 我黨主跟我無關 錯是在你們 因為朱立倫如果講說我是失敗黨主底下說對 你就是很失敗 真的 所以你看雙方的這個態度的差別 就已經這個有點高下 就高下立判了